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Lin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如何用花生球来做按摩的运动 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 那它跟滚筒有什么不一样呢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滚筒的表面面积比较大 所以当我们想要找到一些深的肌痛点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滚筒它能帮忙的地方可能就比较有限 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能用面积比较小的按摩球来找的话 其实我们对于自己的按摩会更有效率哦 好来 第一个动作我们会来到肩颈的地方 好 轻轻的将花生球放在我们的整骨颈椎之间 左右摇一摇动一动 好 或者是你不时的轻轻的点点头 对 去找到我们整骨颈椎之间 常常会觉得紧紧酸酸的地方 好 那这个地方你愿望可以停留在一两分钟 下一个步骤呢 你可以让它来到肩颈骨之间 好 肩颈骨的部分你可以将你的肩膀左右摇一摇动一动 好 那将你的手转圈圈去让你的肩颈骨有活动空间的时候 其实你的那个花生球会帮你找到更多的肌痛按摩点 好 来 我们下一个动作呢 会来到再下方一点的地方 好 约摸是你的胸椎跟下背之间 好 这时将你的小手臂放到地板 臀部抬 你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轨道 帮助自己把整个背部的地方都按摩开来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手的地方 手的部分其实我们的小手臂前侧啊 常常用太多滑鼠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 很容易会觉得酸酸紧紧的 对 这个时候呢 你把你的小手臂的下缘 放在花生球的内侧里头 对 前后滚一滚滑一滑 对 这个对于电脑 常常用电脑的人而言啊 也是一个不错的保养哦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花生球按摩运动哦 好 那不? 好 那不? 感谢观看